欢迎走进文言那些上 上个视频咱们讲了各式各样的停止 大部分的停止意思都保留在成语中 所以记忆起来也是so easy 而接下来的这一波来势汹汹的停止 不说是要使出你的洪荒之力吧 至少也要费上好几千个脑细胞 才能把它们完全掌握哟 首先来隆重介绍一下按字 我们常说按手印按开关等等 按指的就是用手或手指压的动作 而想象一下如果你鼻子流血了 是不是会本能的用手指按住鼻子就能止血了 所以按从手压的动作 也不难引申出停止止住的意思 如何不按兵竖甲北面而视之 就翻译为为什么不止住军队 捆起铠甲 曹北称臣而侍奉曹操呢 而我们熟悉的按兵不动就指的是 指出军队暂时不行动 将按的提手房去掉变成安 他也偶尔会不安分的克串一下停止 比如战国策中的这句话 姚甲队约 甲愿出使四国 毕决其谋和安其兵 就可以翻译为 姚甲回答说 我愿意出使四方之国 一定会制止他们的谋划 让他们的军队停止进攻 往下看 处当停止甲也不常见 不过二十四节气里有处鼠 处鼠的交接时间点在公立八月二十三日前后 所以你大概能猜出来处鼠指的就是停止炎热 所以处也就要停止的意思啦 来看孙子兵法中的这个例句 事故卷甲而居 日夜不处 就可以翻译成 所以军队卷起铠甲急速行军 白天黑夜不停止 再往下 沮丧这个词语 我们常常说 不过你是否听说过举恶 它是阻止的意思 所以举字也可以有阻止的意思 而阻止的结果 当然就是换来停止啦 如君子如怒 乱术传举 术表示希望 以为也许可以 传是迅速 举就是停止的意思 整句话是说 君子如果怒责进禅言的人 祸患也许可以迅速停止 接下来要说的是寝字 我们都知道寝的本意是睡 而睡觉的时候 当然就要停止其他活动啦 所以寝也可以有停止的意思 如 穗寝搜寿之礼 西战尘之法 搜寿分别指春季冬季打猎 寝和西都是停止的意思 整个句子就是 于是国家停止了春冬季打猎的礼制 停止研究打仗陈镇的方法 下一个要说的是雀 他的本意是祭祀完毕 把门关上 因而也很容易引申为停止 还毕 他的例句有 云有孝性 悔及过礼 扶雀后 急废久之 扶雀就是扶桑停止的意思 句子的意思就是 王云很有孝顺的天性 会守桑自我悔伤 超过了理智规定的程度 扶桑停止后 还因为就此患上了疾病 在家休养了很久 雀字的字形已经有些复杂 而急字的字形又复杂了一些 古代有个来自诗经的成语 叫做载急干戈 这个急是收藏的意思 成语的意思就是 装运收藏兵器 也就是停止战争的意思 而急后来也可以单独表示停止的意思 如 丧乱以来 兵阁未及 天下之人 互相残杀 意思就是 战乱以来 战争不停止 天下之人 互相残杀 下面出场的是最后一个停止 也是字形最复杂的一个 他的读音为古 他作为停止的意思是 出现在诗经中 王室弥古 不遑起处 王室指争议 不遑指没有时间 句子的意思就是 争议没有停止 我们没有时间 安居休息 好了 各种脑洞大开的停止都讲完了 再来复习复习 首先 按住某样东西 有时候可以停止它 所以 按也有停止的意思 如 按兵不动 而按的提手房去掉后变成安 也有停止的意思 如 闭绝其蒙 而安其兵 当你可以记住 除鼠指停止炎热 你就能记住 除也有停止的意思了 而记住举饿就知道举有阻止的意思 而阻止的结果往往会带来停止 醒的本意是睡 睡觉的时候 其他活动自然是要停止的 确的本意是祭祀完毕 把门关上 因而也很容易引申为停止完毕 最后还有两个长相比较纠结的停止 那就是集合骨 这么多的停止要印入脑海 大脑CPU运转的根本就停不下来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